好沒有減速 彷彿沒看到中央分隔道 直接撞了上去 小客車瞬間失控 翻轉了180度 先消過一旁計程車 最後倒在馬路正中央 車輪四角朝天 駕駛受困車內出不來 後方車輛見狀紛紛繞道而行 無辜被迫及的小黃問蔣 在一旁打電話叫支援 好在乘客沒事先行離開 就怕交通大打劫 緊張人員先將車脫離現場 仔細看兩車受損的情況 都相當嚴重 造勢車輛車頭半斤 幾乎全毀 建車車門凹陷 車窗毀損嚴重 現場分隔島水泥 也被撞到碎裂 可見衝撞力道不小 尤其事發當時又是上班時間 關黃商場這裡車流量 本來就大 駕駛持續直席 要接內車到時 一次因為謊神沒注意 直接撞上分隔島翻覆後 根本hold不住 波及一旁計程車 建車車上因為剛好有一名乘客 那已經先行離開 沒有受傷 還好包含造勢駕駛 駕駛汽車問蔣 和乘客在內的三個人 都平安無事 不過小黃車損嚴重 窗戶的駕駛這次恐怕 荷包會大失血 見徐捧送湘霖 台北報導